這個聲音可以讓高音嗎?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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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過初級班舉手,給我看有幾個人 OK,請放下 大家都認識我了 OK 蛤? 大山? 對啊 大山 對啊 他說的,是日本人 大家都認識,但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是大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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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換名的錶 譬如說你選什麼,選林,你就換成什麼 我們選旗,你就換成大山或者福山 福山最近有一個名稱 那個名稱叫福山 賈智 對啊 福山太頻繁了,我就叫一個大山 沒那麼多人給這個名字 就換上去 既然我們知道我們的身份是什麼 我就直接換上去 這已經徵求我爸爸的同意了 所以OK的 OK的 我們選什麼 我們過去也叫慣性 但不然都是 在這土地上生了四萬年的 浮和摩殺人 對吧 你們是沒有上過我初級班的課嗎? 對啊 我們在這土地上生了四萬年的 浮和摩殺人 對吧 直到十五世紀 早有葡萄牙人 佛陀加人跟我們通地 對吧 再來大清帝國 通地200幾年 我們的生在那時候 通地200幾年去拿到的 所以我們本地不是這個生 所以我現在符合我的政治生物 我有做日本人的生 OK了 大山也比較好聽 所以沒差 蛤? 隔離是我的名字 對 生是生的大山 這都會記得 因為我們在座還有人 不能送給我 他只解碼的 對吧 沒有舉手 我看看 對啊 還是有很多人沒有上過我 短數解碼的 來 那我就要從這個 這百度開始說起來 這百度是誰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不必說 知道就不要講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 其實你們應該 從初級班上起 這是高根 這百度的title叫做什麼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我們從哪裡來 現在在做什麼 我們要趕哪裡去 這高根 這百度的title叫做什麼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現在在做什麼 我們從哪裡去 這九根 這九根 國際人在最好一點 那時候 美女給你 學歧 教理說 他們都沒有大事 結果他開始 學這堂 什麼堂 就是開始問 我們是什麼人 在這裡創事件 要趕哪裡去 這種問題 是 資源回收 recycle man 不會去問的 什麼recycle man 我有說過 你們第一次聽到 我告訴你 這問題 所有大的 地球 人類 人 都是部落 tribe的 形式 存在的 以前都是tribe tribe 剛才tribe 那時候是修台 對風 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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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溜溜 如果 舊起來 他覺得台湖 不對 人變舊 土地變大 所以他老了一些人 就是老老父母 老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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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鏡座 每一天就是 吃牆 算 跳舞 唱歌 就是這樣 這個recycle man 頭已經砸起來了 頭被剁掉的 資源回收人 沒有效忠對象 沒有校長的對象 這種人 叫做recycle man 我告訴你 如果你們要做民進府的官員 你們阿拜就是統治者 你們遇到很多人 譬如我剛才在上參眾議員 senate跟representative的課 等一下 我們在裡面有一個 義大利來的童心 英語英語OK嗎 English is ok 我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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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義大利話才可以 義大利話不要說 義大利話 我不要說 Pizza Roma 村子都不要 Pizza 對 每一次都點Pizza 對 我有去到義大利很多地方 Vorona Venice Vorona 哪一話 那一話 Jurie兒跟Romeo的故鄉 哪一話 那一話 那個音我都發不準 我是用英文去發音 好 再來 人憤氣 我們把人憤氣 人憤氣 我們把人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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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憤氣 像動物一樣的 再來是沒頭的人 上面是有頭的人 動物是什麼樣的人 就是他根據他的行為 根據什麼圓竭在做事 那就是動物 什麼圓竭就是為了行准 還是法俗 還是本人 直覺的 我以前講過 高雄的年輕人 他站在桌上會把人摸腳筋 拿桌子給人摸 警察他抓他 他說你在搞什麼東西 你在做什麼 他說不知道這樣送 他說送這件事怪怪的 因為他是根據他裡面的impulse 主人的動力 看到人們就要修台 以前的動物就是這樣 不是略實地攻擊 所以這種人的nature 走出來就要做 他沒有要插白人去死 另外這種人 剛才女生就像小豬哥 如果看到吃的東西 就要唱 我以前說這種人跟動物一樣 雖然我現在說人 人會怎樣 會養動物一樣 這種人是養動物一樣 但是你不能說這種人 像動物一樣就很散 可能很好怕 他說可能住地堡 開勒布基尼的拋車 有私人飛機 但是不要收水油給你吃 對吧 那就是動物 跟動物一樣 他無關別人死我 他要貪圖 他要吃就是吃 就是這種 過去台灣人很愛 有人說 找頭到什麼 沒有做飯 吃 台灣人很可能 他判斷 判斷一個事情的隔離 是根據他有辦法吃 沒辦法吃 那不是跟動物一樣 動物啊 他判斷一個事情的標準 是根據他可以吃 沒辦法吃 不是動物是什麼 如果沒辦法吃 就沒有隔離了 那就是動物啊 比如說你拿一個鑽灸 鯛 鯛嚇一聲 你拿鑽灸 但是鑽石的計势很高 對吧 能買多少錢 他不知道 他是動物嘛 所以這種跟動物一樣的狂 我拿去 動物又把它分類 分什麼 以它馴服的程度來劃分 越高的動物 越有subjective 越會比較physical 按照形態的動作 我以前鑽過一種狂 那狂是頭一台的狂 跟狂籃作為 不是狂 狂狗 物腐 狂跟狂籃作為 第一代 第一代要壓性 還在那裡 所以雖然說我鑽十幾年 他在吃飯的時候 我都不敢咬 我如果唱 如果吹下去 馬上咬下去 因為他跟動物一樣 但是 如果鑽浮往久 鑽的狂 左左 右腳 咬下去 咬尾巴 坐下 不准吃 可以吃 這樣他會聽話 那樣子 到最後 他想說他自己是人 還要唱臉 還要睡覺 睡覺的時候 他先跳的 先去睡 你把肩膀收起來 那跟人一樣 所以這種 但是再起來 subject 變成objective 這種是無頭 但是 基本上 他們是human beings 但是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沒有效忠的對象 沒有效忠的對象 就是這種人 這種人是遵守法律 規範的程度來奔上中下 好 比較厲害 最前面是有主人 有主人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效忠的對象 譬如說 我以前說有聖教士 missinary到台湾 濑山寮 �를放在那裡 付Четы ヲ 真的行得 Euch same 打了很厲害 但是他很高興 因為他效忠 效忠的對象 他效忠他的兄弟 兄弟叫他來 他就來 所以他家庭不影響他要取悅這個上帝 沒有影響 這種人說過的很簡單 但是他有效忠 但是如果效忠錯對象 佩服說你被回教道 叫他去抬 你就去抬 叫他去死 他去死 現在有一個人就是這樣 對不對 回教那時候 不怕死的那個人就是這樣 IS就是這樣 對 這種人對錯是非的觀點 都是相對 怎麼說 沒有對 真正的對 絕對的對或絕對的錯 All depends 看東西的情況來決定 這是對的不對 但是上面是絕對有對到不對的事情 很清楚的 像你們來這裡就是這樣 有一個頭 你們對事情的是非對錯很清楚的 不會這樣 有什麼事 就是慶祭 藍祖會講 不會這樣 有上面的人對是非對錯分辨得很清楚 這種人無關 你把遊戲規則跟我說 我可以玩得很好 我的人生的目標就是 Get back out of it 能夠得到最好的享受 享受就好了 再來 這個 有人頭一次聽的 最近 你人 我們的DNA 我們在傳宗 生孩子那時候 你的DNA會複製 Dubicate 複製 複製在什麼 複製在你小孩子身上 但是複製的 複製的過程裡面會有誤差 這個誤差的話 就變成一個記號 一個sign 所有對你出去的 你的身體上面都有這種誤差 所以這個就 利用這種的特性 就要對說 生人是你的祖先 生人你的祖先就在堆下去 所以 因為國家的地理雜誌 一個外國的研究 要把你找出來 整個度都找出來 所有的人 六萬年前 從同一個地方來 從哪裡來 從非洲 アフリカ 從這裡來 六萬年前 這是signific research 科學的證據 複製的禁錮 這不是我親在公共 你也可以到Internet裡面拍這個 Human Migration Map 你就可以找出來 它做的樣本是有樣本空間 70萬的sampling 樣本空間要挑戰 現在很簡單用Q-tips 棉花瓣 水裡乾一滴 塗在那一千塊米金 它要兩天不用就做好了 把你的基因 DNA牌具都給你排出來 讓你知道你是什麼人 結果你看 這有箭頭 對吧 人對這裡來有才能 最早就是在這裡 飛馬有個去歐洲 有個去北邊 有個對印度這裡起來 他們都有 很多 有人說我比較有幸福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從哪裡來 台灣人從這裡來 有一個號碼叫M174 M174從這裡來 今天對 南葉門這個地方 再來印度南部 再來馬來半島 再來台灣 到台灣現在四萬年 這裡是六萬年到這裡四萬年前 再去哪裡 去日本 對不對 可以看到嗎 再來日本之後 朝鮮北部 Korea的北部 朝鮮半島的北平 最好是一個所謂的中原地區 中原地區有哪裡 有從歐洲來的 中亞 歐洲下來的 蒙古人 還有在這裡 有印度 走到西馬來的山 這裡再走到哪裡 所以這叫做中原地區 中原這個地方 有幾個十幾人 染的那裡 對吧 所以我那時候說 誰是十幾人 下來誰是雜種 住在這個土地上的人是雜種 對吧 來叫中國 過去這個土地中原地區的人 在那裡染兩萬年 不一樣人 所謂的中國 這是一個政治名詞 它是後來定義出來的 你說中國有什麼人 漢滿門回照苗窈 跟我們說有十幾人 對吧 更何況我現在是根據DNA 所以雜種 他們那裡染很久 相對我們比較順 我們在這個土地裡面 沒有到外界接觸 我們住在這裡四萬年 所以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那不是 那時候韓國人說 他是中國人祖先 中國人起到要死 不一樣 這是科學證據 但是韓國人對哪裡去 日本去的 對吧 日本人對哪裡去 我們台灣的那去 對吧 台灣人對哪裡來 印尼馬來半島再來 再來水澡 飛車 你知道嗎 這有一個路線圖 還有時間點 所以我們相對 我們是比較順 對吧 我們是他的祖先 他對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我們親民最高 你如果去拜中古人 做你的祖先 你就不會做了 不會什麼做 不會你寄完 你以來祖先 過期來說 你從那裡來 你騙的 那是會 甚至要通知 跟你說這樣 結果你最好 所以Dr. Spencer說這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歷史故事 是記載我們的血液來裡 你來民進府 這裡沒有跟你說話 沒有 我們說科學上的證據 歷史上的document 歷史上的禁錮 你自己去推理 邏輯就好了 不是自己為一個大招 叫你去追求 沒有 你去看這些根據 你每個人都有 邏輯判斷能力 都看得到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他就跟我們 聖宗最原 就要追到台灣來 你知道嗎 好 來過來 今天是要講藝術史 RH 很奇怪 民進府來這裡 應該討論 都是法律 跟法律有關 怎麼會討論這個 因為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來這裡 要討論藝術 就是藝術 沒有人想過 跟學員無關 藝術就是藝術 Art is art 也是 但是不是平民生活的一部分 藝術是帝王之術 你要做統帝在這裡 他過世不來教 為什麼不來教 你是努力 你要教藝術 要做什麼 藝術是上面的人在學的 藝術帝王之學 藝術 我們把它看作是classmanship 就是一般的 手工藝 那不是 那是因為你的藝術無關 你把藝術揪到某個角來講 藝術的東西不是這樣子 聽我慢慢的講 來 你看這個圖 你看到誰 鳳梨 鳳梨 這裡面還有其他 比鳳梨更大 還有海 還有天空 還有一塊棒 對嗎 但是你只看到鳳梨 怎麼只看到鳳梨 你講完 你講完 沒有啦 這個題目就是鳳梨 我跟你說 我是畫畫老師 我感恩圖 但是我有一個 我一個exercise 作業就是叫你跳躍心思 給我跳的 我給你鳳梨 你就想到八項的問題 對不對 根據第二項的問題 你發電話 三項、四項 來 這裡有一百度 這有一個小朋友 學齡以前 就是還沒讀UGM的 之前的 幼稚園 差不多小班 中班他畫的 我的題目 就給他 剛才那顆鳳梨 給他畫 他就畫 請問大家 這裡有幾顆鳳梨 有幾顆鳳梨 有幾顆 你有沒有看到 我開始問 因為這裡有一個鳳梨 請拿手 一個 情況下 裡面有兩顆鳳梨 請拿手 有看到兩顆嗎 三顆有沒有 還有四顆有沒有 四顆以上的有沒有 這麼多 還是看到什麼 好 我跟你說 你們所有的人都同意 這件事 什麼事 最先往來的這顆 對不對 沒有意見 沒有其他意見 這個 再來 再來這顆 沒關係 先挑在哪裡 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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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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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怎麼說 一頭 好像太陽 一頭 怎麼看 鳳梨怎麼變太陽 鳳梨怎麼變一頭 沒有怎麼看 怎麼看 那不是這樣聯想 你就要跟鳳梨 看你怎麼看 看作太陽 怎麼看 怎麼看 有人記出來 有人說這樣 這樣 不是我上面看 我剛才看 為什麼 它這個沒有中間放射出來 它是走在旁邊 所以你剛才看 剛才抓到 長長的照出來 就變太陽 這樣 你知道嗎 你要從下面往上看 對吧 從上面往下看 就變這樣 對吧 這樣看 所以它有 那一頭 一頭 一頭又跳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市場 你也知道是市場 上面有 售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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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 一天有 一十七點鐘 那是不糟 像說一天一定要二十四小時 三十個小時 各位 可以 十點鐘可以嗎 看你這樣說 對吧 一個小時一定是六十分鐘 為什麼不是一百分鐘 你會想 一分鐘一定有六十秒 為什麼全世界人 全世界人都同意這件事 那更奇怪 但是你不會去想 你想說這理所 本來就是大家都這樣 對不對 但是你不會去想 但是我告訴你 你就要想 你就要開始想 為什麼時間 時間一定是往前走 時間為什麼要往前走 時間為什麼要按照節奏 節奏 節奏 那不可以忽快忽慢 時間只會往前走 不會到處而走 你會想到嗎 我告訴你 時間這個概念 是在 物理 物理 Physics 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打到高升 你才會討論時間 但是一般人 不會去注意這件事 但是你就要去question 去問 是怎樣是怎樣 小朋友沒有限制 所以這樣親在一起 講好 好 這時間過後 下一個是什麼 下一個是什麼 誰看得出來 在哪一個 這個的下一個是什麼 電風扇 多少電風扇 我沒看到電風扇 我以前小孩子給我解釋 沒看到電風扇 不是跟他生氣 他也知道生氣 說是在那裡 這個下一個是什麼 電風扇 電風扇在哪裡 你去想 他沒說電風扇 這小朋友 我有跟他證實 他沒說電風扇 他有畫下一個 這個 有關係 很有關係 他餵一個籤 有意思 這怎麼比籤 其實不便 他是用籤來定義這個問題 叫做Pizza 廚師有聰明嗎 聰明嗎 聰明嗎 他現在改變 本來習近 現在比Pizza 為什麼 因為有這支籤 我問他 我問他 他說現在是Pizza 聰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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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zza以後會什麼 會這個 會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他把這個動作是 連在那裡 這個就是track 過肌 怎麼看 一一小子 一小子 在這裡 火灰 零 這樣滴滴走 你看 滾動 那時候我這樣說 這怎麼會有夠聰明 天才 老師說 徐老師你想太多 你不要把大人的想法 套在小孩子身上 你想太多 我說沒有 我沒有想太多 怎麼說 那個地方是誰 對啊 有一個車 跟王來無關的 對不對 但是他要多多 他說有一個車 車的車是誰 不是連仔 連仔跟車是家裡的 車的車是什麼 track track 車如果走過去 有一個軌跡 對不對 他就用這個當作是車連仔 如果轉過去就變這樣 厲害 中間的王來 3Dimensional 加上一度 時間 變成四度 再拉回一度 齁 這天才 這真正天才 後來也證明他是天才 後來今天你們 唸了出國唸書 不然開大書 是大數學技 畢業之後出國唸 現在在做Postdoc 數學 高等數學的研究 真聰明 天才 我來說 怎麼看得出來 但是 我來說 這個小孩子 後來我就跟他們北部說 快送出去 不要放在台灣 他們北部不相信 繼續讓他們 這樣正常的國小 結果上了小學 不到一年 回來我畫師 我說他們畫風裡 他就畫一個很像 翁來翁來 翁來 完全沒有想像力 沒有去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同樣這個作業 搞給學校老師 你認為學校老師 也給他打分手 不及格 不然叫他發揮 老師給你作業 你給我畫這什麼東西 對吧 所以 我們的天才 上的 我們的國小系統 裡面 他變成什麼 有問題的小孩子 叫他修理 叫他打 叫他發揮 天才 讓他放在野球 變蠢才 我們的天才 有資 天賦的小孩子 到我們的國小老師的手上 變蠢才 叫他修理 有可能嗎 過去大家都是這樣 我們的教育系統 只有一個 一套系統 你不符合這個 都是有問題 你去放牛斑 狗角 去吃豬肉 叫鐵工廠 黑手 就是這樣 不想把你教育下去 因為你不按照他的標準 在成長 你在一個罐頭工廠 你買下 不良品 都抬到 過去上大學 只有不到15% 存在都是 搬牛吃醋 這就是我們教育 這當然是叫教育 所以這老師是問題 老師很大 教育系統是個問題 執行這教育系統的老師 也是有問題 太可怕了 所以我這人 我一面研究 我跟他說 這個你有沒有看過 看到 沒有看過 台灣人絕對沒有看過 我跟美國在一起 當煽 當煽 尋尋 剛才我讀藝術 我們到其中的時候都會把杜擺出來 下面有Art Critics 藝平家 培兵藝術的人坐下的腳 跟你說 打個好打個好 打個壞 你打算怎樣 叫做Defense 他都是藝平家坐的 上面是杜 這時候 我有一次 在Final的時候 我Defense我的作品 還有一個日本老師站起來 說你不要去去歐洲 你說你配平我的肚子就好 你告訴我不要去歐洲 結果我回去之後 打電話告訴我 今天一個日本老師給我撈開 說我不要去去歐洲 為什麼這是撈開 因為我去的是長春城的大學 裡面的人都去過 歐洲沒有人沒有去過 只是我例外 剛才台灣去也不滿 我覺得很減少 阿嬤說好 這個暑假你給我回去 我送去歐洲 好 好 我就去了 去之前我就想說 不能參加採購團 採購團幾天都要買東西 看沒有東西 所以我趕快趕快去 趕快去 趕快去 台南那裡有老師 退休的老師 做一個整團 要去歐洲市場 我說 這季節也撕磚比喻 撕大比喻 應該水準滿 交了一輩子 退休應該水準不錯 跟他們沒有錯 我趕快去 我趕快去 前一輩子都來了 這裡 這裡哪裡 這裡還不要講 這裡哪裡 有人知道嗎 梵蒂岡 梵蒂岡 對 在義大利的羅馬裡面的一個國中之國叫梵蒂岡 梵蒂岡的什麼東西 教堂 什麼教堂 很好 你有去過嗎 什麼去過 聖彼得大教堂是十六十七十 跟一百二十當期好的一間教堂 裡面全部用九頭 以前沒有鋼骨結構 只有石頭去疊起來的 九頭 好像九頭 靠力量這樣撐 你按摩頭沒有那個力氣把它黏住 全部是靠力量 力學這樣推出來 做那麼大 你看多大聲 你看 這裡任何一個雕塑 Statue 比三棧老館 這裡十二個門徒 慶蔡姐都要看 你看看這張歌清楚 你看 人那些館 這雕塑那麼大 你看 嚇死人了 對 那是Bernini 這是另外一個藝術家 他不是這個創作者做的 他是另外一個藝術家 外面有一個環抱狀的 那個我知道 他是表示 他是教廷在環抱他的百姓 我知道 你是藝術師的嗎 還是你去那裡導遊跟你說 應該是導遊跟你說 你有去做什麼 哪裡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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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好 我們童心難得有這樣子 真好 你看 過去這樣 這有上面的腋圓 漂亮嗎 看著 翻地槓全景 這裏面 這裏面 interior 裏面去看 裏面 任何一個streng 神龐 裏面 都剛才在雕塑 弘毅主教 沒有開會 有一個壇 上面看 你看 你現在說十六十七世紀的人 那時候做這樣 上面看得漂亮嗎 漂亮 很漂亮 教堂本來蓋這樣就是要讓人 產生敬畏的心 最後敬拜上帝說 偉大偉大 對吧 這是目的 結果我在看一看 後面有一個老師說話 這個沒什麼 跟台灣廟一樣 比較大聲而已 我聽到我剛才的 我說 怎麼會說這種話 我看得很偉大 你怎麼會說這種話 比較大聲 沒什麼 我說 這是什麼 如果這段老師說這種話 村的旅行不用玩 沒疑 結果沒有錯 接下去我去法國 Osset Museum 美術館 我去看欣賞美術館 對不對 財機美術館沒多久 那老師都沒了 奇怪 我不管他們 我繼續看畫 一扶一扶 看 看到那裡 到了那個 shopping area 我看那裡老師坐那裡 喝咖啡 徐老師在那裡 在做什麼 我說什麼在那裡 我看到了 我說那工夫 要怎麼坐那裡 喝咖啡 你去找人家 我說阿渡 不會啊 你去搜狀去買就有了 上面都有那個 匠匪 看匠匪 看匠匪 裡面有改水 我說 來這裡就是要看真品 誰在看匠匪 花那麼多錢 來做什麼 但是我告訴你 這段老師 就跟我們的宅男一樣 網路上的宅男 你知道嗎 每天都看那個網路美女 對不對 都這樣眼睛畫大大 看到真實世界的美女 沒辦法接受 沒辦法接受 3D的 還會流鼻水 拍手 放手還會炒 對不對 還會流 也就是說 我們在網路上 世界製造出來的東西 已經讓我們的宅男 不知道要面對真實的世界 不會appreciate 不會欣賞一個真實世界的美女 她會從成長過程到老到歲 她會說 這種美她看不到 你知道嗎 這已經distorted 跟台灣人一樣 過去用嫁的東西似大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法理那時候 不知道要怎麼反應 跟這段老師一樣 以前都用教科書 教科書上面加的 現在看到真實世界 她沒辦法接受 她只能用過去 我自己也是老師 我說啊 這段孩子了 如果老師會去糟蹋 她看到漂亮的東西 到這種程度 我說妳怎麼送給她加 這樣就完蛋了 是不是 絕對完蛋了 那妳們呢 我們秀妙妙的 妳們送給這段老師去加 一定去找找人 沒錯嘛 這就是妳從小到大經歷的事情 去用法 去用扒 成績差 整個都去用講 叫妳背的東西 都是成長過程的經驗 很厲害 妳台灣人是這樣大人 所以我老師我還想說 怎麼辦 有一個字 一個字叫trivialize trivial有什麼意思 make something seems less important significant or complex then it really is 比以原本的東西 還比較不夠膽 把妳放得夠夠夠 台語叫做糟蹋 就是妳本來是高級品 把妳放得夠夠辣 這就叫糟蹋 好的東西 它沒什麼就貧相 講話給妳糟蹋 對我們的音樂給妳糟蹋 這個字叫trivialize 為妳微不足道 本來僅偉大的教堂 讓妳說什麼都不是 這個糟蹋 什麼糟蹋 我就要問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capacity 它沒有那個 百重 忍耐 來欣賞 安靜 看到的東西 沒有這個capacity capacity是什麼 就是我 整道好吃的東西 整個十項 好吃的菜 放在你頭上 但是妳的肚子這樣而已 妳沒有材料吃下去 對不對 妳想要把它吃完 就要怎麼樣 你的度量要增加 妳的肚子還要大 妳知道我都總吃 但是這個老師的肚子不夠 所以頭巾很大 東西吃不下去 那怎麼讓人家可以吃得下去 增加妳的capacity 電學裡面說是電容 那怎麼就這樣呢 透過什麼會增加自己的肚子 language 語言 妳的語言 但越多 妳的capacity就更大 我懂的英文 法語 日文 德語 沒有義大利文 我的世界就比妳只懂中文的世界大 對不對 沒有錯 一個語言代表一個系統 對不對 系統跟系統之間 不一定可以溝通 我親切說 妳英文 我說 peculiar 這次要怎麼翻作台語 翻不來 翻不來 翻不好色 一樣 台語要翻作英文也沒問題 親切說 黑白白 青春春春 青春秋秋 紅紀紀 妳翻成英文看看 妳們再做英文好的翻翻看 沒辦法 那只在台語的系統裡面 才發作欣賞 那日的水 對不對 倒作會的水 重複後面兩個英的可愛 對不對 但是在另外一個英語的世界就沒有幾次 一期裡面 跟這個翻作中文也是有問題 所以妳的語言越多 妳的世界越大 對不對 但是今天是不足夠的 如果妳想要 妳的語言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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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結束 Capacity 不光是語言 還包括什麼 不同語言 有Visual語 OK 妳可以看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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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個語言 妳會聽音樂 那也是一個語言 什麼樣的音樂 妳什麼樣的音樂 妳什麼樣的音樂 各種各樣的音樂 妳可以給它多 我親切說 妳看就吃熟成牛肉 牛肉 妳可以吃嗎 熟成牛肉 一克三千塊 妳可以吃嗎 我跟妳說 大部分人不要吃 說說不吃 這口就下去了 錯了 那整個肉 妳就要知道 appreciate 它是什麼 好在那裡 紅酒一罐一萬塊 妳喝下去 說不喝 妳就糟蹋了 一萬塊的紅酒 妳要放下去 妳就糟蹋了三千塊的牛肉 因為妳不知道怎麼 吃什麼食物 法國餐很好吃 在那裡吃什麼 不行 因為法國餐不是光是吃 它有environment 氣氛 對不對 妳吃的對象 妳的conversation內容 妳穿著 那個全部要加在一起 妳才會知道說 我知道怎麼吃法國菜 就是這樣 意大利菜也是一樣 妳要吃嗎 不是在 所以妳的語言越多 妳的capacity越大 這個是一個 那些老師沒有 再來一個Decoder 這頂老師看到前面 對他來講是一個亂碼 什麼叫亂碼 我去日本買一個DVD回來台灣 放在那裡放下去 為什麼 他沒有解碼器 妳把送去給人家解碼料 一看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會這樣看 對不對 那個老師如果有解碼器 他就看懂前面看他的 藝術品 大家知道怎麼去Decoder 第三個 先不講這個好了 我直接跳 capacity 妳也不可以說台灣人沒有capacity 台灣人 雖然沒有欣賞藝術的capacity 但是他有吃本手的能耐 妳知道嗎 台灣人雖然沒有吃好東西 但是有吃垃圾的能耐 說電視打開 星山色 到那裡有台人 到那裡有人騙 那魚都騙起來 好 說什麼 很有趣 說有的沒有很有趣 人在那裡有趣 那就表示有吃垃圾的能耐 但是說到好的 法理的 就開始打開 說什麼 在那裡打瞌睡 講到好的 善的 美的 他就沒有能耐 講到本所的東西 我們吃了 很沉沾在那裡 蘋果 妳親自說 去買蘋果日報 看社會版的 那就是對那裡有興趣 妳如果說到正常的問題 沒有要去看 就是沒有興趣 妳看大部分人就是這樣 台灣人大部分就是這樣 市場上最受歡迎都是分手 說哪一個演員 做什麼 跟誰跟誰分開 這種東西 現在怎樣怎樣 沒有出錢的東西 知道很多 所以現在就是增加妳對 對的事情 除了妳說妳有language 妳還有vocabulary 妳不可以說 This is a book 我就會在那裡 こんにちは 我就會在那裡 Bonjour au revoir 妳就會發語 不是耶 妳要裡面還要有 tons of vocabulary 妳才叫做 你master in this language 妳要很多很多的字 我慢慢講 來 我為什麼要跟這個 來 請不要回到剛剛 現在有點跳了 來到St. Peter's Church 裡面有一個Stature 誰做的 米開朗基羅做的 你今天不用花十幾萬塊錢的團費 來到這邊看 我現在就讓你們看到這個 當妳看到這個時候 妳要欣賞嗎 當妳看到這個時候 妳要欣賞嗎 會得請舉手 怎麼欣賞 那妳在陳述一個故事 那欣賞怎麼欣賞 妳在陳述的是 它是代表什麼 可是怎麼去欣賞 Appreciate這個Sculpture How to appreciate 多方面 隨便舉一個方面 很好很好 我這樣講給其他人聽 來 因為台灣過去是製造業 我 大家都用製造業語言 我講藝術可能太深了 我先從製造業語言講起 製造語言講的是什麼 材料 材料 這個雕塑是用一整顆大理石磕出來的 以前是沒有attachment 不用用這個 不可以用接的 就一顆石頭 整顆好好的一顆磕出來的 磕壞不小心 手斷掉了怎麼辦 黏回去嗎 不行 重磕 重磕 以前沒有這種黏著劑 可以黏著回去 又變成全身好好的 沒有 就要硬著 所以標記界 這個藝術家很厲害 一次刻到完 對不對 製造業對不對 同樣這個大理石 要刻出什麼 要刻出男生 女生 頭髮的感覺 皮膚的感覺 外人的感覺 西人的感覺 這是死掉的耶穌 布料的感覺 同樣一塊材料的石頭 可以要刻出這種不同的感覺 厲不厲害 厲害 會看 我們現在只是光從製造業來講 製造業來講 就很厲害了 同一根石頭 可以釣出這麼多不同的質感 variety texture amazing 我們看細節 可是接下去 你要知道故事 What's the story behind this 這個東西 你不知道故事 你怎麼appreciate這個 artwork How to appreciate 不行對不對 但是我過去在讀藝術史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如果不知道什麼是基督教 基督教你不知道 基本上你沒辦法appreciate這個作品 因為你看不懂 它是聖母瑪利亞 瑪利亞是誰 耶穌又是誰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以前 我念藝術史 我就把基督教都研究完 基督教是世界佔很多比例的人口 在信的宗教 在座 不聽過基督教請教 基督教不知道怎麼請教 一個而已 其他人都知道 知道基督教請舉手 沒有舉手是什麼 請放下 不錯 這一期比以前 以前差不多一半不知道 不知道我就跟你們講一下 要不然我沒辦法解碼這個東西 現在怎麼解碼 下一步 製造業現在台灣走到服務業 對不對 服務業 服務業主動什麼 我隨便講一個電影產業 電影 你要派一個電影 你要買出去 你要公車上面有廣告對不對 海報對不對 吸引人家來看 你這個海報如果選不好 有人要來看嗎 有人要來看 對不對 這麼無聊電影不要看 所以你會選一個很吸引人的劇照 放在公車上面 還是電視廣告裡面看 這個好看 來看 所以你要選照片對不對 選照片要選什麼 高潮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一定是一個很特別的場景 OK 半折直樹這不等一下 好看 好不好看 好看 為什麼好看 演員好看對不對 不會吧 那個男生長得不帥 那為什麼好看 是因為他會演 什麼叫會演 就在適當的時候 演出適當的表情 對不對 這叫會演 要怎麼樣知道適當的表情 就是他要知道劇情怎麼發展 到那個時候給他適當的表情 這叫做會演 好的演員 你是因為欣賞他的演技 來看這齊戲 沒有錯吧 如果他表情超過 這叫散髮對不對 表情不夠就很遜 他不想看 所以要恰到好處 一樣 你是一個藝術家的時候 你的藝術家 你在雕塑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選 你只能雕一件作品 你又雕一系列作品 你只剩下一個人 一千而已 你就要想 什麼時候是最好的場景 對不對 你的劇照要定住 沒有錯吧 那請問你 他是什麼表情 悲傷 像這樣嗎 可能不太夠 悲傷大家都看得到 我跟你講 首先你要知道故事是什麼 才知道他表情對不對 沒錯吧 你如果不知道他的構思是什麼 你如果知道他表情對 搞不好他演錯了 所以你要把後面的故事先聊一下 你怎麼了解 那你怎麼了解後面的故事 你就知道基督教是什麼 對吧 你如果不知道基督教是什麼 你要怎麼了解這個故事 你就不曉得 那個好在哪裡 所以你給我七分鐘時間 我簡單 七分鐘跟基督教說了 不簡單 基督教 那麼長久的宗教 我七分鐘把它講完 不簡單 我如果要這樣子 我不是大言不慘 我自爲了不起 但是我想辦法 好不好 七分鐘講完 什麼是基督教 簡單的講 基督教 不是勸人行善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不是叫你做好事 基督教不是叫你做好事 你如果以為基督教叫你做好事 你做不到 反而你想 透過做好事 要進去天國進不了 所以你怎麼說的 不是說你能做好事 要進天國 不是靠這個 所以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第二個 我這要負面點題 反過來把你陳述 第二個 基督教不是一個精神寄託 我都以為基督教是精神寄託 偏偏不是 基督教又不是勸你加入宗教 基督教不是叫你去參加這個宗教 開玩笑 怎麼不是 我看很多人受死 不是加入教會嗎 錯了 加入教會成為基督教 不一定像今天國 沒有保證 那很有意思 許老師你都說 不是不是不是 那基督教是什麼 簡單幾句話跟你說 基督教是什麼 基督教叫做救人不死 救人不死 人會死 基督教就是救你不死 許老師你越說越離譜 基督教 我有參加過追思禮拜 那不是死 基督教我有看過墳場 你也是死了 對不對 你跟我講基督教救人不死 你在跟我開玩笑 黑白亂講 亂講死 我在講死 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都要講什麼 定義 definition 什麼東西我要講 盡情都要definition 你要來看你也是這樣 什麼term terminal 每個詞都有一個definition 從definition上面來看東西 死的定義 按照原文的意思是什麼 死的定義叫separation 分開分開 分開 上面叫separation 靈魂離開你的身體就是分開 對不對 你活的是什麼 靈魂回到身體 對吧 但是聖意上有另外定義 叫做靈禮的死 就是你跟上帝的關係分開了 那叫做死 另外一種死 一個是靈禮的死 一個是肉體靈魂的死 但是基督教救你不死 是兩個都解決了 你跟上帝的關係恢復來往 你的靈魂回到身體 不好意思 徐老師我身體火化燒掉了 怎麼辦 燒掉了 病呼吸了 很簡單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又做個身體給你 你的靈魂又放回去 你不就活了嗎 所以基督教講的相對 跟我們所謂的 我們台灣多寒的 你們想的不一樣 我們想的是什麼 人做就好變性人 聖人啦 性人做就好變性人 這是台灣人的生活 但是基督教的生活不是這樣 基督教的相對是創造萬密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Omnipotent Omniscience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上帝 祂是創造者 Creator 祂在時間以外 祂不是在時間底下的神 祂創造人 不是人家創造出來 這種神 我剛才講什麼 是 接下去你要問一個問題 上帝創造人是要讓人死的嗎 你把人做出來是要讓人死的嗎 不是耶 上帝當初造人沒有打算讓人死 沒準夢 要讓人死 你還想為什麼會死 對吧 剛才知道死的定義之後 下一步說為什麼人要死 我如果說人想死 都要講幾個 上帝的特性 其中一個它是Justice 就是公義 公義就是賞善罰惡 你中就給你中傷 你如果不對就給你罰 這是Justice的神 另外上帝有一個本性是什麼 Holy 聖結 Holy就是乾淨的跟骯髒的 不能染色 這個聖結的本性 這個就影響很大了 下一個 人為什麼要死 因為人犯罪 換嘴 嘴這個原文的意思叫Sin Sin 這個跟我們Crime不一樣 Crime是人對人犯罪 但是Sin這個是人對神犯罪 那罪我們要講definition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sin 叫做射箭沒有射中把心 射箭沒有射到那個本性 射箭不是有個把嗎 target 你沒有射到那個本性的時候 你就miss the target 你就是犯罪了 基督教定義對罪很有意思 我先跟你講 第一個 也就是說基督教對的基督聽起來 你會嚇死 第一個 我從小到大 我只要犯過一次 我就是犯過罪了 沒有說 我生了以前做的 現在沒有射 沒有 你只要犯罪 因為上帝在時間以外 你只要有做就是我犯罪了 就這個 第二個 犯罪的意思就是 你 我們都以為不該做 你去做叫犯罪 對吧 對吧 沒錯 你不該做你去做你就犯罪 但是聖經上是說 你該做的你不做也是犯罪 你該做不去做也是罪 這就是 你不該做你去做也是罪 該做的不做也是罪 我就完蛋了 我全部都有罪 對啊 沒有錯 這個還不夠嚴重 還有一個更嚴重 耶穌講的不是我講的 你心裡面恨人就殺人 你頭要把人分 那時候你已經殺人了 還是你見了婦女心裡動了一念 你已經犯了奸淫了 開玩笑 徐老師你這基督教很可怕 那個唯心論 我心裡面在想什麼 就已經犯罪了 這還得了 這樣每個人都會死 沒有錯 上帝對人犯罪 他的一個回應 response就是什麼 把你跟他分開 分開 因為他聖結 你不可以到地 他不是讓你死 他是讓你跟他分開 你跟永生上帝分開 你就死了 可是現在有個問題 有個法官罪 有犯人送來了 這個叫三萬家 頭的麵包 判四當送去 下一個這台人 四行送去 再來一個 這被判不下去 為什麼 送來的是他兒子 他兒子 他兒子送來了 犯罪了 怎麼辦 這法官可不可以不判 這是我兒子 我可以判嗎 不行 你不判 你就是不公義的法官 unjustice 對不對 unjustice 你判下去 都不捨得 這是我兒子 不敢 怎麼辦 最後怎麼樣 找人代替嗎 保釋出去嗎 犯人 大家都是犯人 犯人之間可不可以互相保住 大家犯人都跑掉 不可以 一定要沒有罪的人 才可以去取代他的位置 誰沒有罪 全世界人都有罪 所以全世界人都死了 那誰沒罪 法官至今 所以法官 因公基督教公 神道成肉身 來到世界上 就是為人死 亞洲來的目的就是要死 耶穌來的目的就是要死 而且還死得很透 真的死掉 但是死掉不夠 死掉只是 那就是另外一個聖人 所以基督教很重要一個概念 叫做復活 我跟你講 耶穌復活證明耶穌是神不是人 所以基督教的核心是復活節 不是聖誕節 你不要搞錯 所以你要毀掉基督教 If you want to destroy Christianity 你身體非常簡單 你要證明耶穌沒有復活就好了 基督教就再見了 拜拜了 所以耶穌復活這個事情 證明祂是神不是人 你相信才可以得救 我告訴你 我也不是牧師 我也不是傳道人 只是要告訴你 怎麼去解碼這個作品 好啦 回到這邊 瑪利亞 耶穌是祂兒子 沒有錯 瑪利亞同女懷孕生了耶穌 耶穌現在怎麼樣 死在祂手中 他親眼看他定釋架 死掉 現在放在祂手中 他不知道三天以後 耶穌會復活 他現在是死在祂手中 阿瑪利亞這時候心情怎麼樣 他在想什麼 他不光是媽媽喪子之痛 你兒子死這不夠耶 他還經歷另外一件事情耶 他整個信仰要崩潰耶 他整個以前建構 他相信這就是彌賽亞 這就是祂的神啊 神怎麼會死在我手中 我過去信假的啊 我過去都信假的耶 我的整個信仰是collapse 崩潰在我面前耶 所以瑪利亞他的表情對啦 說他悲傷不夠啊 這不是悲傷可以解釋完的 他裡面太多的壓力 矛盾 整個猶太人的信仰 可能就毀在他前面啊 那一群相信 彌賽亞就是耶穌的人就完蛋了 所以這種壓力 美開朗基羅這個藝術家抓到了 這個有夠戲劇性的 戲劇性張力非常強 對不對 這個藝術家還知道神學上的道理 他才可以把表情弄得剛剛好 沒錯吧 所以他是大師啊 他是master啊 你如果知道故事 你才知道他表情對了 他如果哭得太傷心不對 對不對 過頭了 他恰到好處 他眼淚到處都是也不對 這樣子剛剛好 他對耶穌的表情 耶穌要死得很痛 你知道嗎 他這樣會欣賞 他是大師了吧 這叫欣賞藝術作品 我把你們從一般的觀光客 拉到什麼 Our historian 以耶穌書的專家的贊助 這叫欣賞藝術品 再來 同樣的地方沒多遠 有一個Caravaggio Caravaggio的畫 畫什麼 這就是耶穌復活之後發生的事情 這叫Douting Thomas Thomas那時候 耶穌後來復活對不對 復活之後 他有一天跟門徒顯現 突然門徒在聚會的時候 你已經死了 復活之後突然跑出來 門徒說 你是人還是鬼 耶穌說 鬼不吃東西 你拿東西怎麼吃 主要有人拿拼給他 拿酒給他喝 他都吃也喝 大家都相信 偏偏有一個人不相信 那個叫做Thomas Thomas說 你那個變魔術 我又沒有來 你蓋住了 耶穌說來來來來 給你摸摸看 所以他的手 盡頭就嘟嘟嘟嘟嘟 對這裡 對這裡 隔人腳這裡 為什麼在這裡 你知道嗎 過去 十字架的刑罰 有一個很殘酷的地方 就是說 人吊在上面吊死尾痣 但是當時 那個人的死體拌下去 你要有一點研究 怎麼研究 他就拿錢從這裡炒下去 炒下去 你以後那個火流下去 不是鮮血 因為流下去 叫做 血小板跟組織衣要分開 那邊就水跟火分開 那就是人稀逃 人真正死掉的時候 血跟水是分開 你有沒有學醫學的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 有堵那個空在這裡 他就叫他夢 夢後那個Thomas 我相信了 總算相信 耶穌說 你是夢到才尊勝 人家只聽到就信 那個更厲害 你知道嗎 這就是那一幅畫 你如果知道這個故事 你整個進到St.Peters Church裡面 每一百度你都看過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把故事套在每個Story上面 來 基督教 佔了22億人口 回教16億 再來 這些都跟Christianity有關 那猶太教有關 那是宗教 你應該知道 台灣人應該知道 但是過期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中國人的教育 不要讓你知道這麼多 這叫思考的宗教 來 再來 這叫Functional God 過期台灣人經歷的叫做功能神 我們有什麼困難 不知道怎麼解決 我們就創造一個神來拜 就是這樣 台灣人就是這樣 中國人就是這樣 受到影響 但是基督教 跟天主教 還是什麼教 猶太教 改造回教的說 是叫做 Revelation God 神才是宇宙的中心 人是為了神創造出來 神是為了人創造出來 叫做Functional God 概念不一樣 所以比較宗教 我們叫做 religion comparison 比較宗教 再來 再來再來 另外一個叫做Bernini 他剛才說環保 Bernini他做了很多條 我覺得他技術上面 就技術層面 不會輸給米開朗基羅 不會輸他 但是他有的這個 叫做希臘 Greek mythology 裡面有一個東西 一個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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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是一般的男女 是天神 蓋到一陣 這個女生就變成一棵樹了 本來是一個 你看 青春的肉體 對嗎 你可以享受 可是你碰到的時候 他變樹了 也就是人在追求什麼時候 追求他最後一分鐘 你得不到的時候 那種悵然 upset 你得不到你要的時候 那種 這是希臘神話 Great mythology 他很set 然後他的技術也不錯 他雕的也是很漂亮 對不對 但是他跟米開朗基羅 如果是一評家 評審 你要選誰比較厲害的時候 我當然選剛才的那個 因為他探討的議題 更深更大更遠 不是只是一個topic而已 那這裡看看 那你就會打分數了 來 再來 Rome 有一個水池 Fountain 這個水池你們會不會欣賞 隨便走在路上一個水池 這裡說什麼 沒人知道 你們知道要拿手 對對對 我跟妳講 這裡面有四個合神 不同的神 什麼神 代表世界四個地級的不同的River Naya River 有沒有 它代表尼羅河神 代表非洲 Tanubi代表歐洲的多瑙河 還有Ganchi代表亞洲 印度的恆河 這是美洲的River River 不同的河代表河神 過去文化的發想 文化 發展那時候 River 河是很重要的 河神標示說只有帝國 Empire 在說我把不同地方的神 拿來這裡放水池噴水 要跟他走他 就是說我是帝國 我才有制調這樣做 真的帝國 羅馬帝國才有辦法這樣做 你如果說越南做這個不就是秋西人 對吧 還是其他小國家 新加坡做一個這個 是不是很好笑 因為你不是帝國 我現在不會說帝國解碼 Decoding the Empire 我今天跟你不同的解碼器 不同Decoder 剛才是把你宗教解碼掉 對不對 藝術解碼 現在我解碼帝國 什麼叫Empire 什麼叫帝國 再來 這在哪裡 艾菲爾鐵塔在巴黎 不是巴黎鐵塔 我們就簡稱叫巴黎鐵塔 其實是艾菲爾鐵塔在巴黎 請問他幾根腳 幾根腳 四根腳 為什麼四根腳 我跟你講 剛才那個水底有關的 French他們也覺得他們是Empire 那時候他也很powerful 他就把那個四的河神 往天空發展 他開始定義了 Define a new era 新的時代來臨 什麼時代 從此以後 什麼叫帝國 你只有制空權的人 才夠格叫帝國 你就要有飛機背 過期只要騎馬打戰 對不對 我去陷阱 台越大越厲害 現在沒有 你才有飛機 所以從這個開始 從人類 human being 蓋了最高的tower tower 1889年去 巴黎 巴黎 到這時候出來 他宣告一個新的generation 出來 新的Empire 叫做這個 這是Definition OK 再來 60年以後 另外一個Empire 叫做United States 又出來了 他說塔 天空不算什麼 我到外太空去 所以阿姆時裝 登陸月球 1960幾年就登陸 對不對 我的一小步 是人類一大步 對吧 對啊 對啊 我那時候看黑白電視 去看他登陸月球 這是什麼 還過幾十年 1969年 算70年好了 到2010年的時候 人類登陸火星 火星 你不知道火星是什麼意思 這登陸小艇叫做好奇奧 頭一頂 他一起來 像這樣 人類 沒上去 是他那個登陸小艇 就無人控制的 飛艇到這上面 然後 你們可能不覺得他偉大 我問你一件事 地球到火星 飛艇的距離是地球到月球的幾倍 到月球算很遠 對嗎 去月球很遠 但是 人類的東西 載去到火星 飛艇的距離 距離 距離怎麼說 Distance 是地球到月球的幾倍 我告訴你 一千五百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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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有有沒出來 一千五百多倍 嚇死人 對嗎 225 million amazing Booters 而且你要操控上面 拍照片回來 來 過來 這是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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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v 羅浮宮 它的入口處 誰設計的 炎 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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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設計這個 告訴我 有人知道嗎 又要解碼了 對不對 為什麼是它 它長得像什麼 Param 一千五百多倍 不是啊 也不是永恆 也不是那麼簡單 太陽可以做很多折射 不需要三角形金字塔 你知道這金字塔下面有一個倒三角形的金字塔 在三角形金字塔 在下面有一個小金字塔 你可以Decoding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French people 他們認為它也是 Empire 但不是 Force 不是武力的帝國 它是文化的帝國 它認為它是傳承整個Western Civilization 從埃及到希臘加羅馬 現在到法國 所以它Proud of他們自己是 Inheritanc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它認為它是西方文化藝術的繼承者 被名抓到它的味道 所以法國人好高興 做這個 開心到買這個帝國 另外一種形式帝國 你知道嗎 沒有人看過 你們在裡面再怎麼 knowledgeable的人 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喔 水晶宮 Crystal Palace 這在英國 英國以前也很有 什麼時候 1851 1851年的時候蓋這個 不可是1851年 你知道這是叫大片的玻璃輸出 玻璃技術在1850年 做到那麼大片 很假期的表情 這是照片喔 這不是人畫的喔 現場照片 這是人 你看 怕這裡要去借裡面 好啦 我跟你講 裡面有幾個攤位 它是千萬十萬 千萬十萬 99萬square feet 一萬四千個攤位 一萬四千個 你知道攤位是什麼意思嗎 你以為我去個世貿中心 它辦什麼國際大展 有幾個攤位 頂多兩百個 三百個好不好 五百個好不好 最多啦 八百個好不好 哪有可能 一萬四千個 你就知道多大喔 一個攤位 你們可能沒有概念 我慢慢給你算 一萬四千個攤位 一個攤位三個人來過好不好 不會太多吧 兩個到三個嘛 乘以三是多少 一萬四乘以三 三四十二 四萬二嗎 至少四萬兩千個人在攤位上 還有工作人員嘛 對不對 還有那個建築物的工作人員嘛 四萬多人 觀眾來看的時候 一定遠超過這個數字嘛 至少它的五倍嘛 五倍乘以四萬是多少 幾十萬人 二十萬人 大便你怎麼處理 小便怎麼處理 你要幾個廁所 我光講這個喔 只要扁塑就處理不了 電梯要幾個 上上下下電梯要幾個 裡面要喝水吧 要有空調吧 他們的交通路線要規劃好吧 不得了耶 英國在那時候展現它的國力 用自動化 那時候後來火災燒掉了 它就是少了考慮萬一失火怎麼辦 但是不得了喔 那時候世界博覽會在這邊展出 嚇死人啊 你看看什麼帝國 我們要講美國這個帝國 既然叫帝國 帝國的人在做什麼 你告訴我 帝國的人都在做什麼 每天努力工作嗎 像我們這樣每天就補習 念書嗎 2K的薪水開始嗎 當然不是啊 我告訴你 美國人大部分在做什麼 玩啊 美國人大部分是在 have fun having fun 什麼玩 我隨便舉個例子 光是sports only sports裡面有哪一小塊出來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NFL啦 NBA啦 NHL MLV 全部加起來 reasonable estimate of the total U.S. sports market good 這個 440 to 470 billion year billion是什麼 10億 billion 10億 百億千億 4千7百億美金耶 每年喔 我告訴你 那藍珊 讓我們吃台灣吃不到 4千7百億 乘以30是台幣 4千7百億 乘以30 那是幾倍 加一個零是多少 就跑了嘛 對不對 過條耶 過條 過條 我們台灣 幾年 幾年 套地 努力的要死 不到一條 兩條 頂多是這樣子 國民選擇 人的真的 只能玩一個球 就玩到這樣 玩運動 再來 他們還要什麼 不是只玩喔 他們還喜歡娛樂 The Movie 180個billion 2009年 我這舊數字 到後來是 40.041 billion 對不對 華德迪士奈而已喔 我還沒加到其他 娛樂設施喔 63.041 billion 是什麼 sports 我剛才這個 還沒有算那個什麼 衍生性產品喔 賣票 廣告 轉播 這些都加在一起喔 再來 他們只能玩 還有 然後還有 Dream 因為NASA 每年花這麼多預算 你說什麼 往海底 地底 南極 軍事研發 American Dreams 花那麼多錢 還有 Education 說到Education 那幾年都怕死人 California alone 只要一支大學 全美國有幾千 4495大學 大學 大學 任何 我剛才加州裡面 隨便舉幾個 皮膚子 怕死人 博克萊大學 Stanford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CLA USC 對啊 那些隨便任何一堵大學 它的規模都嚇死人 比我們台 最好的台 台都更好 不知道多少 幾倍 這跟加州 還沒講其他州 再來 Ivy Leagues Ivy Leagues 幾天所學校 以後人家跟你問 你不要亂講 幾所 Ivy Leagues幾所學校 你們問會算 八所學校 Buron Columbia Columbia Darmouth Harvard Brinston Penn 這裡面 美國前二十名 他們的美國大學 private school 都是透過捐錢 每年捐給前二十名的大學的錢 有多少 你看 十三兆台幣 十三條 捐給大學的錢 十三兆才二十所大學 所以講到投資報酬率 你是不是要出國念書 當然要 當然要 學費貴不算什麼 全不算什麼 去美國很多都賺回來 因為一間學校給你投資那麼多錢 你手不去 手不去 一定會去的 現在知道嗎 台灣他不會投資太多在學生身上 但是在美國絕對是 所以以你付出的學費 跟你收到的 報廠絕對划得來 沒有錯吧 長春人的學校 怎麼那麼騷包 發什麼 他在講 What is this? 你們有看美式足球 有的舉手 美式足球 沒有啊 不是Sucker American football 我只講American football 這是particular 為什麼只講美式足球 因為其他國家玩不起 玩不起 Sucker一顆球 美式足球 美式足球要多少配備 100多個人 我先跟你介紹什麼叫美式足球 現在幾個 6.5 280lbs 這個傢伙 裡面前面 所有之前前面的人 Defense的人都是這個size 200多公分 幾百公斤 給攏 那個衝動力很大 所以每個人都要帶什麼 鋼盔 保護自己的頭腦 對不對 你看 這是他們的high school team 這high school 高中就這麼看著 再來 college 然後professional 你看他每一次比賽 有這麼多人在玩 我跟你講為什麼 你慢慢看 你看每次打球 怎麼會帶人一樣 你看 撞到馬上一撞下去 就是什麼 斷腳斷手 上便宜 全世界只有美國玩這種遊戲 其他國家 日本沒辦法 就算他有錢沒辦法 為什麼 他沒有這種人種 沒有搭到這個地步 可以這樣玩 頂多Canada 加拿大玩一下 歐洲有一些small league 有在玩 但是基本上是美國人在玩的遊戲 各種人種裡面 最大型的都走在美國地上 再來 這是什麼 他們有offense defense second teams 這些都是這樣 有line man quarterback Receiver Running back 所有不同的position 這樣子玩每次足球 這只是一個college Big 12的那個 team 就這樣不得了 一個大學的聯盟就這樣子 美國有十幾個聯盟 只在講大學 然後我們在講NF 裡面有不同 兩個東區西區的聯盟 這種玩法 他們在玩的時候怎麼樣 球員敵阿喀森 他還用對講機 上面還有一個strategic 判讀對方的戰術 然後給教練建議 建立下達指令 開始玩 馬上要判讀 隨時在變化戰術 然後不同的球員 一直換來換去 很複雜的戰術一直跑 每個人有他的位置 你知道這像什麼 這像戰爭 他們讓大學生就開始玩什麼 What is war 他已經在準備打仗了 他們遊戲就在準備戰爭了 沒有跟你開玩笑 這就是 war 所以他之後在美式族群裡面 打的任何人 跑去企業幾頁裡面 都是領導統譽 都是leaders 他們可以organize 一個team 在短時間達到他的目的 就是美國 United States 它裡面不同的 你看 美國有幾個軍種 United Army, Marine Corps, Navy, Air Force, Coast Guard 每年有756.4 Billions 你知道你在挑嗎 22兆台幣 一直在增加 那個是過去舊數字 在裡面你看 它Marine裡面的配備 就這樣嚇死人 現在Marine 那不可以這樣 閃一下閃一下都不用 因為這個鏡頭 它有一個小蜜蜂一丟出來 一飛過去 就照那個地方 就知道 轉角處那邊有誰 你不用投過去給人家打 不可以這樣 美國最近 你會上YouTube去看 IS 美國的無人飛機 就是這台 無人飛機怎麼去打那個 怎麼去打那個 IS那些人 IS每個人都穿黑袍 對嗎 槍都藏在裡面 對不對 都藏在女生的旁邊 都走在婦女的旁邊 被打掉 錯了 我跟你講 這個無人飛機 可以找到你 幫你打死 不會傷到旁邊的人 也不會打到動物 動物也不會再打到 只打到那個人 體穿那個人 現在可以準到這種地步 旁邊的婦女小孩子不會打到 他只打你這個拿槍的男生 你拿槍被打到以後 你沒有死 躺在地上裝死 對不對 他可以看到你心臟還在跳 再補一槍 夠狠了 他絕對可以打到死壁為止 死到頭 現在的科技就是這樣 現在美國開始用雷射炮 在打東西 對不對 雷射炮它是接近光速 然後中國就嗆聲 雷射炮怎麼樣 我們這邊有霧 我們有陰 他們那個smoke很多 雷射是一種光線 它會被雲擋住 霧擋住 錯了 他們還有一個武器 美國還有一個武器 叫什麼 電磁炮 電磁 電磁炮就是一個mass 用很快速度 8倍到9倍以上的速度 再把這個質量打出去 mv平方等於force 嚇死人 那個跟幾噸照耀一樣意思 那麼快速打下去 它穿透 根本穿透建築物 一直達到目標位置 對 它用短時間的磁場 把它加速到那個速度打出去 這叫電磁炮 物根本沒有影響 電磁炮那個大的速度 根本就是什麼都穿透 連建築物都可以穿透 都打過去 把你打到處理 而且真的戰爭開始的時候 戰爭不是這樣打的 不是在地上打 一開始 戰爭開始 在哪裡開始 天空開始 戰爭 你知道什麼打掉 衛星全部打掉 現在所有的飛彈都需要什麼 GPS 衛星定位 戰爭一開始 衛星都沒有了 他首先把對方的衛星全部打掉 你要去怎麼打 你飛彈亂跑 還是用傳統方式打 所以以後是高科技的戰爭 你說呢 你覺得可能嗎 你可以挑戰 沒關係啊 你可以挑戰 你如果做足夠的 study 這個area的話 你就完全 have full confidence 知道這世界上的遊戲 是怎麼在玩的 就是因為我們的 knowledge 太少了 少到一地步 我跟你講 以後你們不要再用中文 做research Google 因為你所有得到的information 都在中文世界 你也知道中文就是黨的喉舌 隨便講 舉個例子 你在Google上面打一個日本 你看到的消息都是負面的 都是negative news about Japan 但是你打信州阿伯或日本的時候 英文各種各樣的訊息才會正確 你才有公正的報導 只要是中文的世界 都是負面報導日本 都是仇日 你知道嗎 所以你為什麼 以後未政府站起來 要做兩件事 你說英語 跟我們一句是我們的官方語 本來就是我們的語言啊 你改我的語言 就改變我的主權 你知道嗎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日語是我們的官方語 你知道他的台語是我們的語言 那也是我們通常 200多年以後的語言 我們講英文 講日語是理所當然的 也只有你進入另外一個language system之後 你才能跳脫這種思維方式 他過去就是語言的我們喊這條 所以我們父母親阿公阿嬤那一代 從日本回來的時候嚇一跳 語言都被改了 我讀東京地帶的法律師回來沒頭路 我只要去做代書而已 很可能 那時候語言一改的話 很多人都沒有工作做 不管你過去有什麼學歷都沒效 趕快嘛 民進府站起來之後 恢復日本、日文、英文嘛 你過去的學位不可以承認 重新來嘛 那是過去流亡政府給你弄的一個系統 都不算了 我現在不要講太多 你們雖然高級班 最後到那邊的時候才會越講越多 好啦 我現在今天講藝術解碼 我就要講多一點這個東西 這邊有一些圖 有什麼共通點 共通點 找得到嗎 找不到吧 都是油畫 都是油畫 但是不是講材料 我是講它的畫的內容 有一個共通點 抱歉 不知道 similarity OK 先跳 這個呢 這是impressionism 它是一個art movement 有沒有 然後這是印象派 印象派那時候 再來 再來 這個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沒有 是不是皮卡索沒有錯 看得懂嗎 看不懂的舉手 看不懂的給他手 我只問看不懂的 好請放下 看得懂請舉手 好請放下 很好很好 來我只問看不懂的 我只問那個看不懂的 我只問看不懂的 看不懂的 不要回答 請問看不懂的 飛機大砲 在畫飛機大砲 在畫飛機大砲 這百度 是不是 不是嘛 對吧 在畫女子 是不是 女子 女子 你看 你說你看不懂 請問在畫幾個人 五個人 你還知道 你就看得懂 你說你看不懂 這是怎麼回事 你絕對看不懂 沒有 沒有啦這個不算 這裡面全部都畫女的 對這個立體畫外 有的人說 老師這是怎麼看 因為這你過去 你以為的 寫實的不一樣 寫實一點頭子 我告訴你 當時間固定 這杯子 這樣是杯子嗎 這個是水壺 這樣也是 這樣看也可以 這樣看也可以 對吧 不一定要這樣看再對 你看我也是 只能這樣看我 這樣也是我 這樣也是我 如果時間固定 從同一個時間裡面 從不同角度看我 是不是有很多面 把它放在一起 就是這樣子 你看 這叫立體畫外 時間固定 觀察點一直在動 產生這叫立體畫外 有的時候是從這邊看 有的從那邊看 有的把放在一起 叫立體畫外 你看 時間固定 觀察點改變 你看 你們現在已經會看得懂 這種立體畫外 很簡單 但是立體畫外 是皮卡索18多少年 1902年的時候畫的 你阿公阿嬤阿祖那時候 你現在看不到 是不是 所以你藝術欣賞 停留在過去一百多年前 對吧 沒錯 你還不會解讀 然後皮卡索講了一句話 他的畫是跟人家抄的 他抄別人的 皮卡索講過一句話 如果有東西丟在那邊 他偷 他偷 他不客氣 他說他偷誰 他偷賽上 賽上 你們知道賽上的話 是這個嗎 他是一個藝術家 他很喜歡畫山 畫山 畫到背後 他整個背山在對面 每一天畫 畫到背後 就這張山 頭前 Saint Victoria 他畫到背後 畫到背後 這樣 會不會看 皮卡索說去學他的 我們來解碼一下 好不好 我教你們怎麼解碼 你們以前沒有畫過寫生 小學的時候 老師有沒有帶名書去選擇 沒有的舉手 有的舉手 有喔 寫生的時候 最喜歡的是 帶便當 帶的話具 帶便當 拿圍杜的棒 帶圍杜的棒 水菜 很開心 通常都畫幾個小時 有多久 兩小時 四小時 半天 到中途吃這個飯 回來 都很高興 對不對 有沒有人畫畫 只畫二十分鐘的 有沒有 那不叫寫生 沒有 沒有 那都是我們班上壞同學 才這樣子 點完美以後 三分鐘就跑掉了 老師要下課再回來 再打個分數就走了 有沒有寫生一秒鐘的 我看你怎麼速寫 來有沒有寫生一秒鐘的 有喔 我告訴你 這都是寫生一秒鐘的 這不是照相 是油畫 所以那時候 我告訴你 我帶學生 我帶學生出去畫畫 寫生 同學 現在都是到中島十二點了 你還給我畫早上八點 太陽都從這裡到這邊 你還可以這樣畫 重畫 老師 你不要開玩笑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寫生是什麼 畫你看到的嗎 你現在是中午十二點 影子都跑掉了 你怎麼還在畫早上八點 你怎麼會騙 重畫 老師 你在開玩笑 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 賽上是一個很乖的學生 所以 他在寫生的時候做什麼事情 看到綠色 來 怎麼太陽跑掉了 雲來了 就重新再調新的顏色 調完以後再換上去 又換了 對不對 所以他就一直在換 因為他觀察的顏色一直在變 所以就變了 你知道嗎 所以他這幅畫 那為三個字 這就是三個字 他以來對這個線 會寫生 沒錯吧 他是觀察點不變 時間一直在動 這樣也要怎麼 皮卡索把它偷就是換過來 時間不動 觀察點一直動 這樣會不會 解碼對不對 我現在幫你解碼了 那懂了吧 你知道嗎 奧妙 傻味 事情不是只是這樣子 不是我們偶人 想太簡單 皮卡索做了莉莉華派以後 他開了潘多拉的河 發生什麼事情 從此以後 對事情的觀點好多 什麼樣的觀點 以前寫歷史 哪個王 殺到哪個王 成立什麼條例 從此以後不用 誰說 這段歷史 只有國王可以寫 這段時間 其他人不是人嗎 所以他們就開始 有化學史 有醫學史 有藝術史 有女性觀點史 對不對 有哪一個村落 他自己寫自己的歷史 木耳其他人開始 以他的觀點 寫了什麼 他寫了很多種歷史 所以History這個東西 已經被 從不同的觀點來寫了 是不是很有意思 皮卡索開啟了這個潘多拉河以後 對畫畫 R這個東西 重新定義 變成怎麼樣 畫畫一定會在 幫頂完尾 一定會在帆布上 不一定 大地是我的畫布 壁雷針插下去 雷打下來 這就是我的畫 這樣可以嗎 可以 然後 這裡有人說 我山上推一個推土機 把山放在海裡面洗一段 這樣可以 大地藝術家 有意思嗎 就氣派的 對不對 有人說 畫什麼 畫那一支art 就是三個東西 概念 加上物件 加上我畫出來的東西 他就真的椅子畫在這邊 這樣 唯一 字典上 Defination of Chair 字典上對他的定義 這樣就去畫 沒有人說 卡通也可以畫 有沒有 這個 所以從此以後 潘多拉的盒子打開 誰說畫一定要長那個樣子 下面都可以 對不對 這樣 這樣 有沒有意思 這是照片 這是一個島 一個島 這是純 不要說出我話 這是船 一條純 這是河在那裡走 有一個藝術家 在那裡秀 秀到什麼 聽到 用布 本來要寫的布 把這個島圍起來 我跟你講 你們是製造業 我很喜歡講製造業 製造業 我要請問你 要把一個島圍起來 就要用多少布 很多 它不只一個島 兩個島 三個島 它圍了二三四個島 每一個島 每一個島 在台北市 你要 光講照照片 你要飛到天空 對不對 從直的飛機上面照下去 對不對 沒錯 你兩個crewman 駕駛 攝影師 拋下來 後製 全部要一百萬 一百萬 你在HIP上要怎麼樣 船要都 就定位 河水會流吧 你要固定它不動 那天最好 你要封和日立 不要給我起浪 對不對 水流不要給我太快 然後全部都要到點 對不對 所有的船都要配備 都要拉得剛剛好 我再給你看下一張 不要嚇人 你看多少個島被包起來 哇賽 嚇死你 這才怕死人 同時 同時 所以你看 現在這是船 你看幾條船 你看多少條船 同時 上百艘的船 同時在被運 控制所有的東西 幾百條的船 每條船 有幾個人 要多少人參與這個布 然後你粉紅色布 用完以後要丟哪裡 做衣服嗎 誰要穿啊 小的 對不對 是不是很浪費 我們製造業 我就用製造語言跟你講 有這麼多事情要做 這個人很搞笑 小的聽說 他很喜歡 以前很喜歡包 他喜歡把所有東西都包起來 一照德國 德國把國會大廈包起來 跑去Saint Louis 把那個Arch包起來 這叫做Crystal & Sean Cloud 這對夫婦 從1950年就開始包 哇 你看 他把海岸線給包起來 有沒有嚇人 有沒有嚇人 整個海岸線就包起來 有笑嗎 我要說 只有帝國的Artist會這樣做 他才有在條花那麼多錢 他不可能自己的錢 對不對 他一定要找贊助 對不對 我按指揚要計畫好 然後請大家廠商贊助 對不對 每一下子 對不對 對不對 美多久 紅胎來的 水比較快 怎麼不美了 對不對 就美那一瞬間 新娘子都可以美一天 我不覺得她可以美一天 她會美幾分鐘 直人飛機起來 啪啪啪照完就下去了 對不對 海邊啊 你可以弄多久 但後來她野心越來越大 她把紐約包起來 有笑嗎 crazy 意大利文瘋掉怎麼講 意大利文 不是只有一個人 笑好不好 所有後面贊助場都都笑笑 對不對 所有跟她配合的大樓也笑笑 所有整個city的人都笑笑 對不對 怎麼可能這樣子 剛才這個才叫abstract art abstract art就是 have no reference to anything in the real world out there 就是什麼是車廂畫 就是畫那個 完全不在真實世界的東西 這是Sight Tom Lee Jackson Pollock 你們這當中 如果二歲超過五十五歲以上 就看到這個 過去我們的牆壁 噴擦 有用這種 你可能沒有印象 有 以前台灣很流行 這樣 有 這樣知道 二歲 我跟你講 都copy人 藝術家這樣做 就開始這樣做 這是William Dekunin 這個叫做抽象表現藝術 abstract expressionist 到最後 這個人 已經 都放在美術館 每一百度都吃百萬美金 看的人 你不要小看 我這邊給你看的每一幅畫 都是上百萬 上千萬美金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你們今天看的這些 全部價值連成 幾百億的東西 包括這個都是百億 怕死人 我告訴你 全部加起來嚇死你 我告訴你 我現在沒有跟你講數字 所以 美術館裡面 都放這種東西 大家就倒不掉 說你們都是傻笑的 你們藝術家美術館在做什麼 所以有一個人 叫做反動組織 說 不要 你們都算這個 我要算八項的 我要算大家看得到 什麼意思 大家看得到 每一天喝的湯 那罐頭把它抹起來 就是這樣 就抹罐頭 每一天抹罐頭 不要小看他 他叫做 很有名的 Andy Warhol 有聽到嗎 Andy Warhol Andy Warhol 的作品 他叫普普藝術家 普普藝術家 是對於抽象表現主義的反動組織 Andy Warhol 他有做過這個 馬列人目錄 看過嗎 普普藝術家 就是反動組織 這個可愛嗎 比黃色腳丫好看吧 去看這個 不要去看黃色腳丫 看這個比較好 看這個比較好 pop art 是不是更好看 更漂亮 可愛 綺麗 顏色也漂亮 你看這背景顏色 當然這個 他那個位置放得剛剛好 比例 proportion 都對啊 所以感覺很美 不是嗎 你們怎麼都沒有反應 對啊 是啊 他本來就是啊 他就是讓你看得懂 叫做普普藝術 What's the definition of pop art 就是 everything can understand it 每一個人都可以知道的東西 普普藝術就是把日常的東西放大 塞衣夾放大 什麼放大 什麼都放大 奶嘴放大也變藝術 就這樣啊 就這樣啊 就在普普藝術上 普普藝術是叫做 consumer art 它是讓你消費的藝術品 好看嗎 你不曉得為什麼好看 好看喔 想不到 你就覺得很好看 這樣而已 就迷進去了 對吧 你看完之後 你就去吸入裡面 對吧 會不會 讓你想很多 對吧 深層 還有想法 顏色 對吧 結果這都是他做的 你知道嗎 這都是木頭做的 有一個很有名的女藝術 叫做 Sandy Schofro 她做這個東西 好看嗎 一種mood 好啦 我要繼續往前走 今天解到這邊 那是藝術解碼 我還有很多解碼器要給你們 這是New York 1907年 這New York188多少年的時候 你看看 以前電話線 電話線 這不是電線 電話線 以前打電話 打電話 所以都operator 有沒有 接著 這種地方 在紐約市 你要自殺都很難 跳下來就卡在上面 跳下去就卡在上面 還要人家把你拉下來 太密了 這New York 現在 好啦 現在沒有多少時間 我今天 基本上 我給你們不同的解碼器 你們已經上到高級班 高級班的話 就是你們下一步 就是到我們那邊 接受 要執政 要當官員的訓練 我們說的東西 越說越輕 剛才那種皮膚而已 只是開始入門而已 我們初級班入門 高級班入門 之後會到那邊去上課 這個一定要知道 我先講一個故事 當官員的人 一定要知道一個什麼 capitalism 那時候美國說 台灣民進入成立兩件事情 絕對不可以做 哪兩件事情 台灣民進入 那兩件事情 台灣民進入站那時候 絕對不可以做 到底是什麼 不可以選擇台灣獨立 對不對 不可以宣布台獨 對不對 你宣布台獨 美國就不可以打 台獨 台獨 美國要來打 不是中國要來打 中國自己無關 你是我摘的地方 你可以倒立 對吧 我摘是摘日本天空的 這樣獨立是什麼 對吧 所以台灣不可以倒立 第二個 台灣不可以走就是 共產主義 對吧 你知道什麼去共產主義 你如果不知道 你走進去 你也不知道 但是共產主義是怎麼產生的 communism是怎麼出的 是因為capitalism 是由資本主義 才有共產主義 對吧 共產主義不會在capitalism之前出現 他是因為 資本主義corrupt 他讓很多窮人摸他家 所以他要反抗他 就產生共產主義 窮人翻身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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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先知道什麼叫capitalism 資本主義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模型 讓你們有一個概念 就是這樣 這叫做R&D 這個technology marketing R&D是什麼 譬如說 你們有聽水嗎 你們有聽水嗎 聽水之後會清煙 白煙會跑出來 對吧 但是幾十千年 大家都也這樣 但是偏偏 只有瓦特 這個人這麼聰明 他知道清煙之後 可以推動 蒸氣機 開始有機器 叫做combustion 內燃機 內燃機 開始推動引擎 所以 就產生technology 從大自然裡面 得到insight 就是看到一些特殊的東西 insight 讓你產生power technology的技術 因為技術 就製造很多東西 過去做一箱的 一個人一天做一箱而已 頂多兩雙 但是有機器有幾千雙 可以一個人 就可以操作起來 所以大量的products 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賣 去賣 供給大家的需要 再用一個money system 用錢的system 再把錢拿回來做什麼 R&D 再做新的R&D 再去製造新的技術 再去製造生產 供應大家的需要 在地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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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資本主義 你知道嗎 資本主義的運作的結果 怎麼樣 ignorance was over 過去無知的人越來越少 過去很多都文盲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科技一直發展 有internet 網路 智慧型手機 你開始大家都可以打字 自己要知識 Google internet Wikipedia 都找出來 所以現在要找 五百字的很少 那是上一代 但是現在新的一代 大家普遍 已經幾乎沒有五百字 disease was cured 現在的疾病 現在平均壽命儘管 除非戰爭 那另外一回事 但是比如說 伊波拉病毒 出來 可是很短時間 就把伊波拉病毒 給它控制住 過去這種病毒 走出來之後 十百萬人都有 對不對 但現在不會 為什麼 因為有做R&D 很多實驗室做十幾年 就是為了不知道 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你知道做一個實驗室 要準備多少 少說一億兩億到十幾億幾百億 都有可能 實驗室 生化實驗室 Bio 一間實驗室 要所有的材料 做那個 日本人後來發現 解決伊波拉病毒的科學家 他說 我做二十十年 不知道為了什麼做 但是今天 總算讓我知道 我的價值在哪裡 但是 你這二十十年以前 是誰要拿這筆錢 拿這筆錢 讓他去做這個實驗 你政府要遠見 對吧 我每年公益 你實驗室去做 不知道為了什麼的研究 那就是R&D 你沒有目標 沒有什麼方向 你就要做基礎研究 才會突然遇到問題 可以解決 你沒有辦法說 等到病毒出來 我才到三天使從頭做起 買虛了 這就是現在 帶資本主義所示 你有R&D的結果 每年好的公司 會提拨一趴兩趴到四五趴 都有可能做R&D 好的 我跟正常運作的公司 一定會做 為什麼R&D 產生新的產品 拿到市場上去賣 跟競爭對手才有對抗 是這樣 好 好 那這個資本主義的運作 在改進 太快 太慢 都不行 太快也不行 太慢也不行 對不對 這個我不講太深 請再說一下 來 Poverty was eradicated 現在已經沒有窮人了 除非那個政治人物惡搞 通常是 沒有人說吃不到的 再來 War was eradicated absolute 現在戰爭形勢 因為這個資本主義發展 也改變它的形勢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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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轉的過程當中 你如果不敢 人都會完蛋 對不對 那怎麼讓它轉 就是 有錢人 好怕人 買不到的東西 好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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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賣場 大賣場裡面溫度下降 降度一度 兩度 好嗎 新電 這樣好 你們是議員 你們現在出來做政府官員 有一個案子來了 有一個民間團體說 我們大政府所有的機關 全部上升兩度 要節約節能減碳 這個案子來 好不好 不好原因是什麼 好的原因是什麼 我告訴你 你只要上升2度 3度 本來24度 現在26度 我整天在我們家 我不會去賣場買東西 你不去賣場買東西 客人別人少 那賣場東西賣給誰 賣場賣不出去 你的經濟就停滯了 工作就失業了 開始問題就來了 所以事情不是我們傲人 太簡單 說我只是要節能減碳 結果又毀掉經濟 大家倒楣 你省到什麼東西 什麼都沒省到 所以事情不是我們普通 你現在換位子 要換腦袋 你本來是一個平民白信 但是你現在要做官員 你做的事情 你的決策 簽譯法動全身 親切一下四行事情 都影響很大 大叫的影響到 所以你如果沒有經濟的概念 concept 你是怎麼做決策 雖然民主要幫你搞 就是要搞這個基本的概念 什麼叫經濟運作 什麼叫共產主義 很簡單 就是你要生過程中 不讓你賺 怎麼讓你不賺 好些人覺得自己有罪惡感 有錢人覺得我這樣錯了 我有錢是不對的 窮人覺得我是皇帝 我所有東西都被滿足 那就是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來這邊 每一個人都有飯吃 你都不用努力 國家會養你 有錢人拿起來 鬥倒鬥臭 這就是共產主義 不是嗎 窮人翻身 窮人無產階級端正 就是要毀掉資本主義 還有十分鐘我講一個故事 以前在越戰的時候 越南 越戰誰打誰 美國打越南 越戰的時候有很多戰俘 越戰戰俘就有集中營 你知道集中營是什麼 把那個被抓來的犯人 美國人放在那裡 有時候戰俘的人 戰爭結束 戰俘回到美國 德州 那有一個大兵 回到德州的時候 就帶一個大包包 回到家裡的時候 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銀行裡面 把那個包包放下來 放在銀行櫃台 小姐 他說 我可以幫你什麼嗎 我要存錢 我要存錢 小姐說 先生請問你要存多少錢 八千萬 八千萬 八千萬很多錢 不好意思 我沒辦法突然 我找經理 經理出來 先生聽說你要存八千萬 是啊 我可以看你的錢 可以啊 然後他就把那個錢 拿出來 用手鈴啊 橡皮筋綁起來 就拿起來 看說 先生你不要開玩笑 這是大富翁的錢 你知道大富翁是什麼 一個遊戲的遊戲錢 玩具錢 說你先生你在開玩笑 在鐵車玩具錢 說要存錢 存八千萬 要去笑 那個隊友軍人說 我沒有在開玩笑 這個錢在我月 俘虜營裡面 是可以買東西的 我可以用這個錢 買古巴學家 我可以買紅酒 我可以有Service 有意思 結果這個經理 也不是省油的燈 經理告訴你 先生 只可惜你這個俘虜營 已經關掉了 你如果還開的時候 我是願意用美金 跟你換一些這些玩具錢 進去裡面享受這些服務 我在講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前 裡面的錢不是錢 換不了錢 沒有人承認 對吧 中國 我正在講中國 中國那時候 要問什麼 義務義務 用東西換東西 他跟蘇聯 當時的蘇聯 透過火車 比如說 我要民生物資多少 我送給你 跟蘇聯換什麼 石油 換來換去 沒有錯吧 這是過去的經濟模式 你沒錢那時候是這樣 錢不算錢的時候 他也印鈔票 可是外國不承認 你換不了任何東西 但是1972年 改革開放 他看到 外面資本主義 日子越過越好 衣服 車子 好享受 共產主義 穿毛裝 穿腳踏車 吃大鍋飯 生活越來越糟 他知道這條路 走下去之後 中國一定完蛋 所以他決定開放 所以他跟美國講說 我們還要勝利的遊戲 所以美國說 好 我看到你的potential 將來是一個大市場 我願意跟你玩 就是一開始我等於 大富翁開始要算 以前送錢給你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拿台幣 進去玩大富翁 你這個人打給他 你一定要大富翁的錢 玩大富翁裡面的遊戲的內容 對不對 所以你一個交易系統 交換系統 說我承認你這些錢 一開始 比如說人民幣五塊 對美金幾塊 說好事 等於是送你錢 以前你中國做的東西 外面人不要 你的毛裝誰要穿 你的腳要誰要騎 沒有人要買 所以一開始你開放市場的時候 我大量的資金 人員 技術 在你裡面 幫你做 外面要的東西 對不對 我要教你 教到你會 把你賤給大 賤給肥 沒錯吧 就是一開始中國 中國人沒那麼厲害 說一下子賺那麼多錢 是大量的資金技術 進去給他做 中國也從這裡面 得到很多好處 照理說中國賺那麼多錢 應該做什麼事情 改善他人民的生活水準 對不對 改善他們的知識水準 讓他更開放 結果不是 他拿錢來 繼續前置他的人民 他的Internet 他也是不跟外面通的 他繼續用民族主義 來鼓動他人民 他的錢拿去買武器 照理說你 你這個錢去買武器 如果是self-defense 保護自己 OK 但是你拿那個 如果是要去打仗 那個不一樣的意思 侵略旁邊的國家 對不對 他去非洲買那個油田 結果就要儲油 國防經費嚇死人而高 就開始去附近的日本了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中國越比越大了 他的經濟規模 超過日本那時候 他覺得我要做老闆 他不敢直接挑戰美國 可是他會欺負日本 所以那時候建閣諸島 兩年前 是不是一天到晚才出事情 那時候想說他很大 他又要取代日本 很簡單 中國人他做生理的方法是 偷拐搶騙 他都仿冒商品 山寨板是他的文化 他沒有從研發做起 直接call人家東西拿去賣 所以他對於這個資本主義運作來解 是一個障礙 他是像barbarian 是野蠻人一樣 他是來破壞 他不是 他是來冰土 他不是要來玩遊戲 他更糟糕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以後不要用美金計價 用人民幣 那就等於是 你這裡連大部分遊戲 錢都不算了 換我們的錢 對不對 他的野心馬上人家看到 所以美國做大哥 一靠 哪有可能讓你做大 對不對 他讓你不會挑戰老二 所以美國在幾年前就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讓日本的經濟起來 那中國經濟 小風氣 他到一個安全的位置 你都兩個老二都一樣大 一天到晚打架 所以美日 現在都安保就結合在 不光是軍事結合 他的經濟各方面都結合在一起 現在形成一個穩定的情況 你哪有中國大到一個不穩定狀態 很危險 所以中國經濟一直往下修 我跟你講 預測一直往下修 我那時候幾年三四年前 我有講 中國會往下修 至少兩趴三趴四趴五趴都可能 日本會往上兩趴三趴四趴都可能 要拉大那個差距 減少衝突的發生 一定是這樣 這是大戰略的看法 你們要有這種觀念 再來討論這個 是不是 就是基本經濟的概念 你要維持這個運作 如果這個東西不賺的話 人類就經歷浩劫 對不對 沒有人在生產 沒有人在享受 生活的停滯 只要資本主義的輪子一直在轉 你才享受到這些東西 五三趴都好 幹嘛還有 Canzo 什麼Zara的衣服 為什麼要這麼多種類 一種就好了 你只要保暖就好了 為什麼要這麼多種類 就是經濟就是鼓勵消費 所以在這個資本運作裡面 你不可以吃在念佛 你不能四大皆空 如果大部分人都這樣的話 這個經濟就垮了 人類會浩劫 我現在講到這個 其實這個概念也很簡單 以後我會讓你們運用 貴級的台灣就是只有在這一塊 叫做製造業 對不對 它在這個technology裡面的一小塊 網上不准找 我們只人家代工 人家叫你作弦又作弦 遊戲規則也不是我們在定的 下面是定遊戲規則的 我們只是負責製造 市場也不是我們在控制 對不對 Acer想辦法做品牌 到最後也是 沒辦法 沒辦法 窮人覺得滿足了 過去有一種 日本有一種 最近新的名詞叫做下流社會 有沒有聽過 下流社會 沒聽過 我跟你講 日本現在開始有一群人 年輕人 他 因為在日本生活很容易 你就吃個7-11便當 然後衣服 UNICRO打折都很便宜 跟朋友一出去玩卡拉OK 也沒有 Internet馬上把電影都看完 對不對 朋友用LINE這樣LINE來去 基本上一個人需要東西 很容易就滿足了 住在家裡 一個月你就賺一萬幾萬塊 人日幣就打發掉了 但是他如果正式要賺多一點錢的話 他付出代價太大了 他在公司上班每天早上八 早酒玩午 還要加班 還要被老闆罵 對不對 所以這些年輕人就發現 整個我去玩了 我就留在家裡過的日子 過的舒服的日子就好了 所以一群年輕人 這個就完蛋了 這個社會的運作運作不起來了 很危險 所以安倍那時候 經濟的策略是什麼 鼓勵婦女也投入這個市場 這個遊戲 不管什麼遊戲 最重要的人氣要旺 對吧 越多人玩越好 越少人玩 整個資本族就玩不下去 所以他一定會邀請中國進來 一定會邀請印度進來 也許邀請世界上所有人進來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 搞不好全世界的人都參與這個遊戲 對不對 就比較沒有窮人 以後下出不就非洲 我也要解決非洲的問題 因為非洲人得到好處 對不對 我要製造各種可能性 還在 我今天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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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